屏東縣65歲以上人口有15萬7845人 佔全縣人口比例19.82% 為全台第六老的縣市 為了讓長者開心度過專屬的節制 屏東縣政府宣布推出老人家 112年重陽大禮包 記者會現場也特別邀請歌手許智豪 演唱懷舊老歌為活動揭開序幕 現場的長輩各個心花開 縣府表示為讓老人家被開心 今年重陽節主要有四大局處 提供相關福利活動 社會處提供近老乘車補助加碼 重陽近老金加碼及銀閃閃藝術節 針對我們的長輩 我們今年有設計一個老人家 就是家裡的家 加著更多更多的一些好的福利 來跟我們的長輩來換一起換度這個重陽節 那首先就是大家知道的 我們每個月的近老乘車近老卡 已經加碼到500元 另外有關我們長輩的重陽節禮金 90歲以上的長輩我們有2000塊 100歲以上的長輩有1萬塊 恭喜他們 縣府重陽近老金 90歲以上從500元調高至2000元 100歲以上從3200元提高至1萬元 統計至10月2日 平線90到99歲有5763人 100歲以上120人 預計發出1272萬6千元 另外近老活動還有衛生局 加碼長者假牙補助及小米造咖 交旅處的小王公車加碼21條路線 提供樂齡由成長者半價優惠及旅宿業者加碼的觀光優惠 讓長輩能夠開心玩 另外我們也設計了郵輪的巴士 然後全屏東線小黃公車 22個鄉鎮都有小黃公車 11個鄉鎮都有幸福巴士 讓我們長輩在交通的問題上面 能夠得到最好的照顧 我想體驗那個399的 399那個什麼什麼沿山公路的 那個郵輪巴士一日有那個 現在我也想去四重溪 我現在都到金雲 目前每個禮拜我都到金雲 但是聽到這訊息 因為四重溪的溫泉季 所以我現在會改變計畫到四重溪 縣福表示 今年文化處更首創辦理專屬於 銀髮族的藝術節 邀請資深藝人白嘉莉 展出多幅藝術創作 並安排熱門歌手演唱老歌 規劃銀髮市集 老年議題講座等活動 期待透過跨局處整合規劃的 《老人家》系列重陽節活動 讓長輩在專屬的節日 感受歡樂氣氛 在屏東這塊土地安老生活 記者張如意 劉建榮採訪報導 請問一下